哈喽大家好我是叶子 看到我的新发型了啊 我兑现了我的承诺啊 达到一万人的订阅以后 我这两天一直在联系这个理发店 因为在加拿大 很多理发师 你都得提前预约才可以 基本上都是要预约才去理发 那么昨天我去了几家 都是满满的 今天我先看了赫兰队的比赛 还和一位新加坡的网友 我们在网上一起看比赛 还聊天 很不错 赫兰今天赢了 然后比赛一结束 我就赶紧抓紧时间 去路上街上 再去找这个能够替我理发的地方 第一家店 我进去以后他说 哎呀不好意思 他们已经订满了 没办法 我又去了第二家店 最终我是在一家 barbershop 就是专门给男士理发的这个店 才正好有一个 理发师当时是控制的 他说 Let me look OK my next appointment 他下一个 这个理发的这个预约时间 是一个小时之后 正好他用这个时间 给我理了发 哎呀 今天是很不容易啊 大家猜一猜我这个头发 理发在加拿大 多少钱 多少钱 家园啊 家园跟新币 其实差不多 一比一左右 那么 猜一猜多少钱 在评论区告诉我 然后我会回头 公布答案 在下一个视频里面 我会公布一下答案 那么很巧 今天给我理发的这个 理发师呢 也叫James 我们就非常的这个 开玩笑说 哎 这个James 给James剃头啊 非常的有意思啊 但是呢 我剃完头以后 我就告诉我太太 我太太跟我说 哎 你有没有拍照片 before and after 我说 No I forgot about that totally No it's okay 我可以看我的视频 before and after 因为我每天都在拍视频嘛 可以通过我的视频 对比一下我的发型 今天我有突发奇想了 如果有朝一日啊 这个这个梦想 如果有朝一日 我能达到十万订阅 我就剃一次光头 我曾经剃过一次光头 那是在2018年的时候 当时我剃光头是 在我父母亲 第一次来加拿大看我的时候 他们登机以后 我趁他们在天上飞的时候 我理了一个光头 然后我去机场 接他们的时候 给他们一个大大的惊喜 Anyways 这就是今天我理发的 这个故事 那么今天想聊一下 李光耀 李先生 李先生已经离开我们很多年了 但是他真的是 新加坡的奇迹的缔造者 你可以把他成为一个魔法师 魔术师 他真的 当然他的所做的一切 都是脚踏实地 一点点干出来的 并不是用魔法 用魔术 他能把新加坡从一个 从之前视频里面有一些 这个新加坡老人说 新加坡当年就是满地的 积压 猪狗 就是一个大农村 把新加坡变成一个 如此现代化 亚洲GDP第一的一个国家 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视频 这段视频 真的是从侧面可以体现出 李先生的睿智 以及幽默 真的因为关于李光耀的视频 真的是太多太多 我也想聊一聊李光耀 以后慢慢的 我会参差着去聊一聊 但今天这个视频 我真的想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样我们闲话少说 先看视频 我想用华语 问李泽正一个问题 我是来自中国山东省 日道市的市长 我叫赵肖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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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道市作为一个新兴的城市 去年也就是2009年 获得了联合国人居奖 这也是去年 中国唯一一个获得这一奖项的城市 2007年 获得了世界清洁能源奖 也是那一年中国唯一一个获得这一奖项的城市 那么在日照呢 现在清洁能源的利用 特别是太阳能的利用 做得比较好 比如说 在城市里边 居民用的热水器 太阳能热水器 已经达到了95%以上 那么在农村 已经达到了33% 包括其他的风能 还有灶气能等 都有较好的利用 我想 请问 资政先生 能不能就 新加坡 在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方面 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昨年2009 Rizhou was the only Chinese city that was honored with the UN Heptad School of Honor and we were very lucky in 2007 we were the only Chinese city that won the world Clean Energy we have done very well in using solar energy especially solar heaters in urban area 95% residents they use solar energy heaters for water and in rural areas the cover is about 33% we also have been doing well in wind energy methyl gas energy and this was very good for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society I would like ask your excellency what's your opinions that's thinkable should be make use of the clean energy thank you in human 我先用英语 答复 然后叫你在翻译家 替我翻译 tina builds two coal powered stations every week that's not clean energy I admire your R&D in solar panels and many of my Chinese friends who come from China say why don't you have solar panels we have them in our home in Nanjing, Beijing, everywhere and they heat up the water what you've told us so I sent a note down to our environment and said look why don't you buy solar panels from China they are probably making the cheapest solar panels in the world they said yes but it's not economic even if you buy it from China the Chinese are doing it at an uneconomic cost because they are determined to lead the world in R&D in solar panels you have a big government a big country that's determined to lead the world in R&D in renewable resources of energy and even at a cost of subsidizing it Singapore is a small country we always calculate cost benefit so we're waiting for your solar panels to get cheaper and we'll use it 那么这个视频其实李先生的分量都没有那么多 这个市长说了很多他提问提了很多 但这个我先说一下这个市长我先说一下这个提问方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这个市长提问 他他提问可能是假的 他根本就不在意提不提问 他主要是想把自己的城市先夸一下 他前面先说这个日道是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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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自己的城市夸了一下 然后呢这个亮点就是这个翻译了 我这个视频是2008年的应该是2008年 还不是2009年那个时候 很老的一个视频了 但是毕竟这也是一个国际会议 这个市长带着这个翻译真的是太让我惊讶了 我觉得我真的是震惊了 这个里面有几个点啊 首先他他这个发音非常的搞笑 他这个heater嘛 就是这个取暖嘛供暖heater 他来一个hater 他就说solarhater 这个恨这个太阳能的这个人 这个hater oh my goodness 当时我就听到我这好搞笑 而这个市长在旁边 他也听不懂 他这个表情 大家可以看一下 回看一下这个视频 市长当时这个表情是很得意洋洋的样子 好像就觉得 啊你看我们这个日照 这个日照是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 然后相当的感觉非常的自豪 当然这也值得自豪啊 毕竟也拿了一些奖项 值得自豪 然后这个这个翻译还有一段 他就说 we want the clean energy 然后就没有了 他后面不知道怎么翻译 就跳过去了 他说这个日照是赢了这个世界 这个干净能源城市 什么讲他也说不出来 然后就过去了 然后这个市长的方面 就像听大戏一样 哎呀我觉得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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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市长和翻译 这一对人在那里 真的挺有喜剧色彩的 Anyways 那么这个不是关键了 关键我是想说李先生啊 李光耀 李先生这个回答相当的睿智 而且非常的有礼貌 非常的有绅士风度 他先用中文回答这个市长 他说OK 我会用英文来回答你的问题 然后待会儿请你让你让你的翻译家 来翻译一下 他用了翻译家 我不知道他是故意的 还是还是怎么样 他说到翻译家的时候 那个大家都鼓掌了 都笑了 就有可能大家 有些人是听懂 也有可能是太太这个这个同声翻译 他们听懂了 他用了这个这个翻译家这个词 可能是不是在讽刺 这个女孩子这个翻译的 这个翻译水平比较差 因为李光耀他的这个中文 包括马来文英语都是不错的 所以我觉得对他而言 他其实是听得懂市长的原话的问题的 而这个翻译的翻译呢 他只是 可能 怕李光耀听不懂 或者是给现场的观众 他想象现场的听众 我们都知道 我们知道是有很多solar hater 这个solar hater很厉害 他这个可能是这个原因 想象大家都知道 是知道得了什么冠军 但是这个李光耀一开始 很礼貌的就把这个 怎么说呢 他的这个冠军 这个给挡掉了 非常的巧妙的给 小杀了一杀锐气 也算是这个一个 很聪明的一个回答方式吧 接下来就相当厉害了 当他用英文开始回答的时候 他就说了一点 他说中国现在 当年2008年09年时候 中国现在每周 会建造两个煤炭发电厂 他说这个不是green energy 说到这里的时候 还有掌声响起 真的是挺打脸的 当然李先生的直白 令人钦佩 在一个国际场合 虽然中国是一个大国 毕竟日道士也是中国派来参加这个会议的 对吧 然后他能够直接这么样 在全世界面直接这样说 其实也是非常有胆识 非常直白可以这样说 因为他说的没有错 他说的是世界的数据 就像我的很多视频里面一样 我的很多视频说的都是 真实的事情 真实的数据 我从来不会说假 出家人不打狂语 对不对 那么说完以后 他又继续 最后他就说了 他说新加坡会等到中国 这个再偏一点会买进 全场一片笑声 真的是就说明 他的治国理念就是这样 新加坡是一个非常务实 非常实际的一个国家 他会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自己能怎么样节省 或者是能在某些地方能够得到一些相应的这个优惠的话 他一定会争取 所以说新加坡一直想做这个标杆就是亚洲的东南亚的瑞士 对不对 谁也不得罪 但是一直能够保持中立 并且能够把自己的国家建立的非常的好 那么真的是新加坡政府 当时我第一次去新加坡工作 我去之前我就做一些调查 包括到了新加坡以后我就不停的了解 学习新加坡这个城市这个国家 我就发现 新加坡最让我最让我最让我震惊的就是 当年啊 在我2008年09年那个时候 当年那个时候 新加坡在全球政府青年排行榜 当年我真的是并列第一 是和丹麦还是和芬兰 好像是芬兰 因为我太太当年在芬兰留过学 所以我对芬兰这个国家也非常有印象 好像当年是 不是第一就是第二 和芬兰并列第一第二这个样子 当时我觉得哇 新加坡这个青年政府能到这么高的程度 然后刚刚拍视频之前 我又随手查了一下 去年新加坡的这个排名也非常的高 也是在全球排名第五位 也是已经是非常的牛了 第一名是丹麦 第二名是芬兰 第三名新西兰 第四名挪威 第五名就是新加坡 全亚洲 它是排名第一的 亚洲除了这个新加坡之外 再往下排的话 就是第十四位的 香港 而且香港是往下调的 2023年的这个排名是往下调了 不知道香港这个香港后面 还会不会继续往下调啊 因为这个政治的问题 然后再往后就是日本 日本排名第十六 很荣幸加拿大这次还排在第十二位 这个名次是有上升的 当然还是比不过新加坡那么好 但是加拿大政府也还可以了 Anyways 所以新加坡政府的清廉 当年是让我非常非常震惊的 以后我也会再收集一些数据 好好的来聊一聊 我也能感觉得到新加坡政府的清廉 因为之前我做过一期视频 聊一个新加坡的某位部长 还是司长这个私用 拿自己的这个官职的私用 邮寄东西去中国还是干嘛的 结果这个事情闹得丑闻 闹得比较大 估计也是没有好下场的 所以我觉得李光耀先生 能够把新加坡 整个这个国家政府这么清廉 政府清廉对一个国家很重要的 一旦清廉的政府 才会导致这个国家整体 欣欣向荣积极的向上走 所以在这一点 我觉得李先生做得非常的好 那么关于李光耀 以后我还会多拍一些视频 去慢慢的聊他 因为关于他真的是聊的 可以聊的话题太多太多 关于清廉政府 新加坡清廉政府 我也会找时间 好好地聊一聊 这个清廉政府的这个重要性 那么你对国父李光耀 对这个新加坡积极的缔造者 有什么看法 有什么了解 请在评论区告诉我 然后呢 你对新加坡的这个政府的清廉 有什么想法 都可以在评论区 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其实我关键还是比较崇拜 李先生了 李光耀这个 这个人真的是 铁腕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牛 OK 今天我就说到这里 Thank you very much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希望你多多点赞分享 这样可以增加YouTube 推荐我视频的权重 不论你赞同 或不赞同我的观点 都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 留下你的足迹 如果觉得我的频道 有点意思 就请订个月 关个住 下回更新 不迷路